主持人 银正 抢装欢笑 来到了办公室 日子就这样千篇一律地过着 并且为了自己的虔诚还得更加努力 小鸡没有时间去接爸爸的电话 因为会议还要继续 下班之后的小鸡匆匆来到了餐厅 和自己一块长大的小姐妹们一起吃喝玩乐 他们都对自己的年龄闭口不谈 唯一注重的是他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皮肤 他们都十分注重化妆品 小鸡的上司得知小鸡的情况后 对他说这并不严重 只是年龄到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等过了年龄就会一切恢复正常 而于此时 同时小鸡的房东以查看房间漏水为由 劝小鸡搬出去另选其他房子租住 小鸡每天忙于工作 哪有时间来找房子 幸好房东有推荐 小鸡来到了房东推荐的地方 在这里他结识了另外一个胖女孩小黄 小黄每天写日记 看电影 拍照片 将自己的生活每一天都记录下来 毕竟每一天都十分的快乐 小鸡十分不解为什么小黄会如此的快乐 他为了解开小黄的快乐秘密 开始了解小黄 直到他发现原来小黄是一名癌症患者时 十分吃惊 但是同时小鸡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生活不是被规定死的 并不是忙碌与千篇一律 就是有意义的生活 而是让自己觉得充实的快乐的生活 才是真的快乐生活 此后小鸡不再惧怕即将到来的30岁 匆匆融融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影片虽然剧情看似单一 但是每一刻都充斥着现实生活的真相 与人生的哲理 是一部非常值得前去观看的电影 希望大家可以前去观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